而作为北京中轴县缓冲区的地标性建筑 位于左安门的角楼实践于明家境32年 2016年角楼修复后被改造成 即阅读 展览 讲座等于一体的文化活动空间 在服务周边市民的同时 也成为传播北京历史文化最北京的图书馆 角楼图书馆位于北京二环护城河东南角上 向公众免费开放 一走进角楼图书馆 古色古香 作为以北京文化为主题的图书馆 角楼图书馆从服务形式到内容都有自己的特色 一楼是展览和活动区 每月都会推出新的展览 二楼的阅览区面积不大 但充满北京元素 存放着大量展现北京历史 文化 建筑 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和地方文献资料 角楼图书馆还不断推出京腔京韵的文化活动 每周会邀请飞移传承人进行现场授课 传统文化这一块是先有传播 才有传承 就是我们这类的活动多搞 它就像一个根一样 那它越扎越深 了解的就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说中轴线上这些古剑 然后这种传统的手艺 它都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 此外 星空音乐会 角图奇妙夜 魅力北京 大美中轴等文化体验活动 也深受市民喜爱 把这个老北京文化和这种我们古色古香的建筑 互相叠加 既能感受到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又能体现咱们新北京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